10月10号 老挝万象广西原老挝消除白内障质盲项目医疗队 经过一天紧张忙碌 顺利完成了数例白内障手术 随后医疗队开始清点药品 检测设备为下一场手术做准备 老挝地处热带地区 日照强烈是白内障等眼科疾病高发地区 因眼科医生相对缺乏这里的眼疾患者 大多得不到及时治疗 原老挝消除白内障质盲项目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共享基金会 老挝卫生部共同实施 项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选派医疗技术人员 组成广西原老挝消除白内障质盲项目医疗队 为当地的白内障质盲患者提供免费 复民手术 医疗队于9月2号抵达万项后 立即投入项目筹备工作 9月16号项目正式启动 医疗队也于当日开展复民手术 我们也会对当地的眼科医生进行培训 使他们掌握能够治疗白内障的相关的一些手术的技术 以致使得我们在后期就是医疗队走之后的话 他们也能够具备很好的一个医疗 白内障救治的一个条件 达到消除白内障致盲的一个目的 项目启动以来 医疗队克服重重困难 为当地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 部分患者术后的最佳视力达到1.0 医疗队精湛技术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赞扬和肯定 近年来广西不断创新医疗卫生园外模式 开启对东盟国家的医疗援助 陆续派出医疗队赴柬寨老挝开展消除白内障致盲行动 为当地白内障致盲患者实施免费复民手术 随着我们广西这个医疗园外工作的不断拓展 确实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随着新一轮的项目实施 这个援助的国家越来越多 那么需要我们的团队也要进一步的扩大建设 再有一个呢就是目前面临的疫情的影响 对我们这个项目实施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这里边呢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医务人员有一些影响 据广西原老挝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医疗队最新消息 自9月16号开展手术以来 医疗队已成功为当地345名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